谭云 你别得意的太早 你等着 最多再过四个月 我们城主便回来 到时候你就死定了 是吗 好啊 我谭云就在城里 等你们城主来杀 说吧 谭云便凭空消失 一日午时 谭云来到城主府 将仪器之城之前的护城大镇 镇眼关闭 随着镇眼的关闭 如今仪器之城之上 只剩下万龙护城大镇 随后 谭云又耗时两日 返回了先前的峡谷洞府 在时空仙圣塔内继续闭关修行 他目前的目标非常简单 他要尽快晋升地人境九阶 然后将仪器之城内九大上将 统统灭杀 同一时间 仪器之城城门出口处 盛文泽等九大上将 隔着镇幕与令狐云飞交谈着 令狐云飞看着神色焦虑的九人 你们别着急 等城主回来 再尚以如何灭杀谭云之策 时光稍纵即逝 转眼便是三个半月后 龙霄灵带领众将士 浩浩荡荡飞落在仪器之城外 城主 您终于回来了 城主 我夫人都死了 你这个副城主到底是怎么当的 还有三十一位上将军府都被探云血洗了 你和赵纳川等十一位上将是干什么吃的 不带凑到近前的令狐云飞说吧 他便被龙霄灵一见耳光抽飞 令狐云飞捂着红肿的老脸 重新爬了回来 跪在了龙霄灵的身前 城主息怒 您听属下说 属下也恨不能抓住谭云 可此人也即挑战实力强大 又太过娇化 属下的儿子也被谭云杀了 招纳川风天图两位上将 在追杀谭云途中也死在他的手里呀 把现在的情况说说看 还有谭云是什么境界 城主 谭云只是敌人精八戒 不过越级挑战的实力真的很强 或许他隐藏了境界 让属下看不出来 总之不管怎么说 谭云拥有截杀地圣经十一阶强者的实力 还有 还有 谭云在一起之城中 破除了我们的护城打阵 他重新布置了一个 还说此阵 与渲源仙城的护城打阵 一模一 废物 你这个废物 你就是这么守着城门 你就是这样守护仪器之城的吗 我真想杀了你这个没用的废物 不带令狐云飞说吧 龙霄灵已然掐住了他的脖子 就在龙霄灵语图击杀令狐云飞之时 护城大阵内的盛文泽 免朝龙霄灵跪在了地上 城主 城主 您饶护城主一命吧 富城主真的尽力了 是啊 城主 您就饶了富城主吧 剩下的八大上将 亦是隔着护城大阵 朝龙霄灵跪了下来 神迹 龙霄灵身后的司马雍正 攻身开口 城主 如今大敌当前 饶了富城主吧 父亲 饶了令狐叔叔吧 唉 看在偶尔为你求情的份上 我饶你不死 被放开的令狐云飞感恩戴德 多谢城主 不杀之恩 父亲 当务至极还是尽快破阵 抓住潭云 为我母亲 还有外公外婆报仇啊 此阵 和轩辕仙城的护城大阵 是一样的 以我们这些人 没有数年的时间 根本攻不破 这样吧 令狐云飞 你立即前往轮庸仙城 将此事 告诉城主 夜龙云 他虽是上等仙人 但却是我的挚友 你请他派两名 帝王境的强者 前来主阵 属下遵命 令狐云飞领命 随即冲天而起 消失在天际 龙霄林看着帝王境 八阶的龙翱 翱尔 你前往允兴仙城 找你干爹帮忙 你干爹是允兴仙城的 副城主 他在上等仙人之中 未告群众 你去了 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至于另外七大上等仙人 所建立的仙城 距离我城太远 远水救不了近火 就罢了 好的父亲 还要这就去找干爹出兵 嗯 为父就不陪你去了 我担心轩原县城 会有人来相助谭云 我要留在此处 以防万一 十日后 施展隐身术的轩原柔 悄无声息潜伏在了 一气之城外的 茫茫云海之中 之所以他晚来了十日 那是因为 未防止被龙霄林发现 他专门绕远而行 此时 他看到亿万将士 正在下方未进城去 不由有些迷惑 不过很快 迷惑便被欣喜取而代之 因为他发现 一气之城内的护城大镇 乃万龙护城大镇 太好了 他没事 一定是他布置了 万龙护城大镇 将一气之城大军 阻挡在了城门外 诶 龙霄林和龙敖呢 难不成 他们去找救兵了 还是说 他们有可能猜到我回来 所以潜伏了起来 司机此处 轩原柔暗下对 谭云的思念 并未轻举妄动 当初他在谭云那儿 学过如何布置 万龙护城大镇 而此刻 他确实也能打开护城大镇 进入一气之城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冰雪聪明的他很清楚 若龙霄林埋伏在某处 自己一旦打开护城大镇 被他也跟了进去 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轩原柔打定主意 警官其变之际 他并不知道 隐藏在他头顶之上 九百万丈的云层之内 龙霄林正俯视着他的苍身之处 他也没有帮助 他也没有帮助 他也没有帮助